大家好,我是帅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关子系列的习题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右上角这道关子题 黑线 黑棋最常见的收关方式是加 白棋班柱 黑棋打字 白棋连接 这是黑棋最容易想到的收关次序 在这里黑棋有一个收关妙手 是段 上方有一个双翅 下边有一个二路打翅 白棋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打翅 黑棋打翅 白棋连接 黑棋向下一立 白棋打 黑棋先班 白棋打翅 黑棋连接 这里白棋不入气 没有办法吃住黑棋 黑棋吃住上方两颗白棋 达到收关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左下角这道关子题 还是黑鲜 黑棋最容易想到的收关方式 是这个班 和提掉这颗白棋 这两种方式 黑棋都不满意 此时黑棋最好的收关次序 是端在这 白棋打翅 黑棋立 这里白棋不敢打翅 黑棋反打 白棋踢掉 黑棋往下一立 形成经济独立 吃住白棋 白棋只能补齐 黑棋吃住上方两颗白棋 达到收关的目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